位于非洲西北端的摩洛哥 人口约3600万人 面积约71万平方公里 人均GDP产额约3400美元 拥有许多自然与人文特色景点 近年来更之力于观光发展 可由台湾出发 第一天搭乘R09航空A380大型客机 約8小时到阿拉伯杜拜转机 在约9小时抵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第二天到穆罕默德武士广场 即卡萨布兰卡冰海道到海滩 第三天到穆罕默德武士林寝 哈山清正式遗迹 欧达亚城堡 哈丁广场 曼索尔城门 第四天到弗鲁比里斯罗马遗迹 肖夫契安 第五天到费斯古皇宫 布歇路德门 皮革制造中心 卡洛因清真寺及大学 第六天向沙哈拉沙漠出发 经过亚特拉斯山脉 来到厄夫 换乘吉普车 进入神秘的沙哈拉沙漠美如卡 第七天乘坐骆驼 约30分钟来到小沙丘 等待太阳至沙漠中升起 沿着千包谷大道 来到托德拉峡谷 第八天到阿特拉斯这片场 到爱本哈渡世界遗产区 马克拉斯的德基马广场 第九天搭乘马车到巴西亚宫殿 巴底皇宫 第十天到哈山二世清真寺 下午大机离开摩洛哥 第十一天返离台湾 在摩洛哥境内 沿着四大皇宫都市 总行程共计约2000公里 建议你有机会 不妨到摩洛哥 走走看看 明天不理更好 阿伯 摩洛哥报告 阿伯